亲爱的观众们,你们知道七夕节是怎么来的吗? 这是一个关于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,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,每年的7月7日,相传,牛郎和织女都会在雀桥上相会,诉说彼此的思念之情。 这个故事充满了悲伤和浪漫,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和珍贵。 据传说,牛郎名叫银河,他与牛为伴,过着孤独的生活。 每年7月7夜,织女会从天上下凡来到人间的河边洗澡。 银河看到了她的美丽,便偷偷观看,并被她深深吸引。 牛郎鼓起勇气,走近织女,两人很快相爱了。 然而,天帝认为,天上的仙女和凡间的人类是无法共存的。 为了阻止他们的爱情,天帝迅速建起了一条鸟会桥,将牛郎和织女分隔开来。 牛郎和织女被迫分离,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和惆怅。 然而,牛郎的真诚和坚持感动了天帝的心。 天帝同意在每年的7月7夜让织女和牛郎相会一次。 七夕节表达的是男女之间不离不弃,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。 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。 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,他们对爱情的坚真和信守令人感动。 所以,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,让我们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,珍惜爱情,珍惜身边的人,一起走过每一个美好的七夕节。